我自己為何會避開到這次熊市 其實主要原因是我有舔過兩次 但到這次我是直接撒起來 贏無限輸有限的淡倉 應該有二十倍左右 十多倍左右 我自己為何會避開到這次熊市 其實主要原因是我有舔過兩次 即是之前也舔過 第一次熊市我自己經歷過就是2015年 我那次是完全避開的 吃到很認真 算是我自己的說法 很盡力避開了 即是很盡力避開了 即是可以輸回所有利潤 但那時候我也沒有 到第二次經歷的熊市就是2018年 2018年我又是覺得很相似 跟2015年有甚麼分別 即是到2018年1月完結到5、6月 我覺得熊市來了 我就沽了一些東西避開了 就叫做完全避開到 2018年 但到今次我是直接炸完它 上次都避開了 不如今次炸完它吧 我經常都說年經 其實說了很久了 五不窮 六不絕 七番船 七番船我是在六月尾 其實最早應該六月一日已經開始說了 六月尾的時候看到有些很統計學的東西 其實說說熊市 什麼時候下跌才是 最重要是什麼時候下跌 下跌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時候的圖案就是 在下跌前波幅會收到很窄 這個指數 或者個股其實也是 收到這麼窄的時候 今年4月 5月 6月 這三個連續三個月的月波幅是很低的 好像只有幾% 上下兩千點都沒有 好像六月份 好像一千五點 很誇張的 連續三個月還要 而且傳統上來說 六月份是大波幅 七月份都是大波幅 其實我做淡是六月份已經開始做 我做了一些長跌 價外千八點 其實沒有什麼可能中的 平時來說 價外千八點長跌 再加上一個叫做 其權上的策略 是一個淡倉 輸有限贏有限的淡倉 再加上一個贏無限輸有限的淡倉 兩個加在一起 在28,800的時候已經開定了 在過程之中 我也沒有打算平倉 我打算放到月底 一開始我打算跌2千點 2千點我都收貨 最後最多跌了4千點 這樣就這樣賺到紅豉 我這個操作 我剛才六月份已經開了 六月份吃百果 因為你出去的期元金 跟收回來的期元金一樣 抵消了 七月份就OK了 應該有二十倍左右 十多倍左右 但是八月份九月份我都會照做 都會幾乎重複這個動作 我自己看六七八九月 本身都是看電視的 全部都看電視的 但我都會照做 因為如果它真的有閒在閒 我自己看得那麼淡 我覺得這個我不是很想那麼傻仔 所以我就寧願 我明知道要輸 我都會做下去 八月份九月份我都會照做探創 就算輸 我都是輸很少 但我贏贏很多 就算機會率小一點也好 我會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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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緊貼更多理財 投資 和生活的資訊 就繼續留意我們不同的平台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並按下小鈴鐺